餐廳工作人員把水一桶一桶往外倒 从店内清出来的还有很多 每个楼层都积水 员工忙把雨水收集到桶子里 沿着楼梯往上走 阶梯像是水瀑布 水流个不停 右边同样滴滴答答渗水 楼梯间仿佛水连动 外面下大雨 店内下小雨 店门口只能贴出公告 原本宣告中午停止营业 淹水灾情太惨烈 化掉半天两个字改成整天都停业 看到就是我们的窗户的部分的话 它是有送托的 所以有在判断说 应该是在那个地方留下来 三楼二楼一楼 等于是它是从上面留下来 所以等于是应该是从上处留下来 最严重的话 目前应该是 等于是其实会到脚踝的部分 不外于是大到水淹餐厅 店家忙着善后 来到永安永兴渝港一带 民众赤脚踩水苦中作乐 桌椅泡在水中 住家的周围全都淹水 屋主坐着喝茶 超淡定 雨一停一度淹到脚踝的积水 缓缓退去 抬头看屋内屋外电线 几乎全往上走 就是要防止淹水触电危险 住在一淹水区提前防災应变 三地讯论之为达欧欲管SNG小组 高雄报道